SBS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是显翠侠 从香港移民到澳大利亚 先任雪梨中文学校的校长 雪梨中文学校晴纳于1974年 最错的目的是为了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孩子 科兴尼门的子女能就学中文 开始的时候是广东话 延绕到普通话 那中文学校一开始是主要教粤语 后来教普通话 这是不是也是反映出了悉尼华人人口组成的一个变迁呢 是 是 就是这个情况 大概是开学校以后十年的时间 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 这是国内有很多的家庭移民到澳大利亚 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的背景都是讲普通话的 您从事中文教育这么多年 尤其是这个中文学校已经有50年了 您有没有看到澳大利亚中文教育发生的一些变化呢 我本身加入训练中文学校是有15多年 我们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 首先学生那个扣程和人数的变化 早期主要都是瓦仪的基地 现在呢 我们有越来越多非瓦仪的背景的学生 学生的人数 也在当初的10年增长到最够风的时候 我们学校一年注册的学生 九八多再够的校舍 但是呢 由于那个新南卫伊士州的政府的发展 直跨 我们已经把学校奔迁了两次 可在那个COVID-19疫情后 学生的人数已经讲小到上半年 如今到那个今夕季年 集中教校广东话跟那个瓦语 可用空间有限 目前我们每年可用纳约四八多的学生 学词的目的也更高的多元化 从一个单纯的语言学习 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应同 朗诵表显等 在教学的方面上 我们引译了更多的物动师 准备了多媒体的题材 还有开始教育的技术 和数码资源来辅助教学 您刚才您说到 现在学中文是有文化和历史认同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在的 有这方面的一个作用 您能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为什么学习中文就能让他们 对历史和文化产生一种理解和认同呢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 所以是让学生知道 我们一路走过来 是在什么的地方 有什么文化 然后到今天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活动 包括我们就是跟他们查的 他们的盛事 所以他们可以看到 他们走中在哪 然后他们的搬迁 然后什么时候再到澳大利亚 所以学生他们倒是有很有的兴趣 因为他们回家的时候 可以跟家人一起谈谈 他们的心事是怎么样 端午节 就是学生学怎么包种子 中秋节 他们吃那个月饼 月亮的故事是怎么来 然后还有新年 有什么对于过年的方法 因为学生 我们学生大多数都是在澳大利亚出生 所以他们对中文文化的认识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觉得学中文文化 除了就是语言 那个历史跟那个文化都是很重要的 您从事中文教育的这个经历 让我觉得跟一些学校不同的是 就包括大家可能听您的口音也能听得出来 就是您教授粤语 那我就想请问您觉得教粤语的重要性在哪里 尤其是您提到您学校的很多学生 都是本地人local学生 那为什么就是要用粤语来教他们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粤语相对于普通话来说 可能是更加困难的 对呀对呀 我是讲那个粤语的 但是呢粤语比那个普通话是难很多 但是呢有学生他们的背景 他们在家的方言是粤语 所以呢如果他们不学那个粤语 他们是很难跟家庭的家长 祖父母沟通 他是用比较多的时间努力 因为他们学粤语 二年节三年节的时候 他们还是学那个普通话的拼音 然后他们慢慢来 他们还是又写那个简体记 HC他们就是有那个Mandarin 是没有那个粤语 您从事中文教育这个行业 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那从宏观来看 您觉得澳大利亚的中文教育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在近年的时候呢 特别在那个COVID以后 那个学中文学生的人数是有讲小的 因为他们都是觉得 以前那个上课的时候 比较闷了一点 课本啊 老师讲啊 学生就是在听啊 就是跟他们在澳大利亚出生的教育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有调节 包括了粤语跟那个普通话的教材 那您也提到过 您之前并不是从事中文教育的 那为什么会转向这个方向呢 我当时因为我两个孩子 开始想幼儿班到四年职 作为家长 我从事那个志愿者 所以呢 我觉得呢 那个我的小孩啦 他们学那个中文 能够保持文化的兴奋 还有就是跟家庭 特别是祖父母 他们有些的沟通 非常重要的 Maggie您觉得目前啊 就您看来中文教育 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诗诗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老师是有本地的加入的征数 但是他们对那个AI 他们是没有很大的认识 所以在培序的方面呢 我们是有对老师有很多的支持 都是新的 在那个COVID以后 就是那个改变的很大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 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 下载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